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是隸屬於藝術推廣辦事處之下 集合陶瓷、雕塑和版畫三項活動的專業藝術演習場所 這條提供的設備是可以給藝術工作者從事創作 以及可以舉辦多類型不同的活動 其實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是何時成立 以及主題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就是1992年的時候已經開始成立 當時我們提供優質的藝術設施 給專門的藝術家他們可以從事創作 讓公眾人士看到他們創作成果的地方 其實你們是會希望為市民帶來甚麼知識和視野 其實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因為成立以來到現在已有十幾年 當初它成立的時候 我們真的提供很多專門的設施 給香港的雕塑家、陶瓷家 他們真的可以利用到從事他們的專門創作 之後其實一路一路我們的變化 我們都將藝術帶到社區 有不同的比賽計劃 將藝術家在各區、社區 除了在中心以外 都可以展示藝術品 我們的視野當然希望 將這些豐富又變化多的藝術展覽 可以帶給整個香港的市民 可以欣賞到 其實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主要有多少個展覽部分 在我們的正門入口 已經是有一個展覽廳 其實都是舊的建築改裝 裡面長期都是有不同的藝術家 他們遭用去展示他們的作品 題材都很豐富 各類型都有的 而另外我們都希望用到一些公眾的地方 例如走廊 我們就會有展示一些新進藝術家 例如他們的新媒體創作 又或者是我們有些大型的計劃 例如天馬南總部 現在有一個公眾藝術計劃 我們都用來做展示的地方 這裡設有八個藝術工作室 一個演講廳 一個展覽廳 和兩個多用途的活動室 就給藝術工作者和團體租用 同時這裡也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藝術活動 例如課程、展覽、示範、講座 藝術家的留住計劃、藝術品的展銷 可以促進藝術交流之餘 也可以為香港培植藝術界的新秀 剛才我參觀過圖馳工作室 其實一般市民可否參與 可以的 其實我們透過很多方式 譬如我們會有些展銷會 又或者是我們搞很多不同類型的專門課程 有短期也有長期的課程 在我們的貴行通訊和網頁 經常都會向市民公佈 他們可以隨時報名 其實一般市民對於香港視角藝術中心的展覽和資訊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其實因為我們香港市民有種中心 就是在香港公園裡 有兩座特色建築 一座是茶具文物館 另外就是我們中心 也很有趣 因為這裡有市民 藉由香港公園 來到這兩個地方 可以參觀一些藝術展覽 除此之外 有些遊客都會經常來這些地方 我們看到他們可以在遊公園之餘 看到一些藝術作品都覺得很好 另外我們舉辦很多課程 其實收到他們收集的資料 他們都覺得我們應該多些去推廣藝術活動 我相信他們對這一座中心的看法都比較認同 其實在未來年底 這裡舉辦很多不同類型的展覽活動 例如油畫、水蒙畫、山水畫、攝影、雕塑等等 如果想在繁華生活中 一些比較空虛的日子 想找一些精神食糧的話 可以留意這裡的活動